女學學生 這很多 這幾年之後就會有一點 發生了好幾起 是按摩 這是最近 你是以後要教學 你們有幾位以後是要教學的 有一個原則 有一個原則必須要注意的 其實這個以前不光是教武術的 以前都是這樣子 避免男女同處一 一事 避免男女同處一 一事 你教學生 你單獨教一個女學生 不能在一個封閉空間 或者你在外面辦事情 對方是一個單獨女性 在一個封閉空間 第一個門要開開開 門不可以關 第二個通常我們都會帶一個 比方講 我帶我的女兒一起去 或者你公司你帶一個助手去 帶一個朋友去 一定要有一個第三者在 然後對女性的教學 像我對女性教學 長久以來都是敏感部位 要用她自己的手 引導她自己的手去做 或者像我們有女的同學 比較有經驗的 要用女的同學去摸 當老師的不可以去摸 所以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都要注意 尤其是現在的社會 現在社會這個話題 或者這個 不管法律也好 太過敏感了 尤其你教小孩子 有些父母對小孩子 你跟小孩子一起相處 也會很敏感的 很多社會變化 社會變化 這些地方都要去注意 不但如果不注意 偶爾自己會出問題 或者會被別人設計 那就很難辦 我們武術界出了很多 很多這樣的情況 當然有是真的 他是不檢點 也有的可能是被污的 而是你單獨相處 你被污的你也 沒有辦法變啊 沒有辦法變解 所以這些地方 在我們在社會上走 這些地方都要注意 好 來